朋友们大家好 蜜蜂养殖啊 我们经常会听到蜂多鱼批 想要养好蜜蜂啊 保持蜂多鱼批 就能把蜜蜂给养起来 那蜂多鱼批有什么好处呢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 最主要有四点 那第一点 蜂多鱼批 提高蜂群的一个抗病力 蜂群群是弱了 批多了 蜂少了 蜜蜂容易得病 不管是中蜂还是异蜂 都喜欢得病 那得了病的蜂群 那可能说一年都没有什么效应 那第二点 提高蜂群的一个防盗能力 提高蜂群的防盗力 也就是盗蜂 当我们箱内批多了 蜂少了 一样 蜜蜂护住批 朝门口守卫蜂少 引起盗蜂 蜜蜂养殖 最关键的是什么 盗蜂 分蜂 盗蜂 这是很关键的 也就是说 我们蜂多于批 蜜蜂能护住批 提高蜂群的一个抵抗力 提高蜂群的一个防盗能力 那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是 提高紫蜂的一个质量 保持朝温稳定 蜂多于批 那我们的紫蜂的质量比较好 那批多了 蜂少了 蜂王产的紫 每一张批上面都有紫 紫蜂面积又不大 潮温不稳定 如玉 温度异常 那个紫蜂发育就不正常 甚至出房出现爬蜂 蜂群始终繁殖不起来 蜂量积累不起来 这就是批多蜂少造成的 所以说我们想要 我们的紫蜂的一个质量 想要我们幼蜂的体质强 那必须保持蜂多于批的一个状态 在繁殖的季节 要保持蜂多于批的一个状态 那第四点 提高蜂群的一个采集力 提高蜂群的一个产量 那想要了解更多的可以有个关注 很多养蜂人都知道给蜜蜂喂糖水 这样做是为了刺激蜂群 更快的产卵 重大群势 拿北方来说 需要确保蜜蜂有足够的食物过冬 不同浓度的糖水 有不同的用途 这里总结三种常用的糖水比例 及用途 1比21份糖加2份水 这种糖水浓度非常低 可在冬季后期和早春使用 刺激蜂王产卵 刺激蜂群采集 此时蜜蜂的采集积极性提高 需要更多的空间 除蜜也能刺激柱皮 1比11份糖加1份水 这种糖水浓度稍高 可在春季和夏季刺激幼虫 促进蜜蜂补育 促进蜂群住房造皮 2比1两份糖加一份水 糖水浓度高 补助四味时常用 是在深秋或者冬天 给蜜蜂补充饲料的理想选择 由于水分含量低 蜜蜂几乎可以立即储存糖浆 而无需额外加工 这是给蜂群补充饲料时 最广泛选择的糖水浓度 另外有些养蜂人 为了节约养蜂 成本使用高过糖浆 对蜜蜂进行四味 这个方法长远上不可取 高过糖浆本身对蜜蜂无害 但四味只有高过糖浆 而缺乏蜂蜜 对蜜蜂是有害的 单纯以果铺糖浆 作为蜜蜂饲料 会导致蜂群 缺乏蜂蜂中的维生素 矿物质花粉和微量营养素 而且果铺糖浆香味淡薄 蜜蜂不许食用 食用量不佳 蜜蜂需要喂蜜食期 如果缺少蜂蜜 辅助补充一些其他营养元素 再四味果铺糖浆 也是可以的 从长远来看 蜜蜂需要多种营养成分 而单一的高过糖浆 甚至是糖水长时间饲养 不能完全满足蜜蜂需求 还是需要四味蜂蜜或糖水 并辅助补充营养物质 这蜂子 这大蜂 这大蜂 这些它都死着 那个小蜂都咬死这些外头 这是前面那个 这四箱子 这一趟还有呢 这后边第二个盘 你看啊 这大蜂都在罗门口死着了 你咋 这盘是一箱子 两箱 三箱 四箱子 这还有两箱子 好 朋友们大家好 为什么呢 蜜蜂越烦越弱 在秋季 蜜也吃了 粉也吃了 该管你的也管你了 为什么到后面 越冬的时候 群势不强 甚至有的时候 不能单独的过冬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今天来说一下 因为有蜂友一直在 一直在问 问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涉及的原因 可能有点多 时间可能有点长 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秋季的 这个蜜圆条件 和外界的温度 蜜圆条件减少 蜜粉圆减少 外界的温度骤降 昼夜温差大 那这个时候 蜂王的产染量下降 蜂王的产染量下降 为什么我们在秋季 秋凡之前 要换新王 就是这个目的 所以说蜂王 换新王 外界的温度 和外界的蜜粉圆的 一个条件 那其次呢 那有的蜂也说 可能说我换了王 为了蜜 为了粉 为什么群世啊 还是 为什么蜂啊 还是繁殖不起来 那秋季 我们不光光是要换王的原因 那其次还要制满 像一蜂养殖 我们说要把蜂满的寄生率 给它降低 如果在秋季啊 不把蜂满的 如果秋季啊 不把蜂满给它控制住的话 可能我们刚开始的繁殖的时候 可能还有十披蜂 十多披蜂 等到我们月东风缓制完了 那个时候可能 有的时候就会收箱子 直接就垮下来了 所以说蜂满也是重中之重 那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一般呢 在秋季啊 有的时候刚才说了 一个昼夜的温差比较大 白天的温度还可以 夜间的温度啊 这个时候变低了 当我们风群群是弱 或者是箱内的批多 繁殖区的风批过于多的时候 风批相称或者是批多一风 像这种啊都繁不好 我们的子批啊都达不到 我们的子批啊都达不到质量 我们说蜜蜂繁殖 最关键的是就是蜜蜂的一个体质 他的寿命 他的体质就决定他的一个寿命 如果他的体质好 他的寿命就长 如果他的体质差 那可能说他21天出房 21天出房 可能有的时候就只会爬出去 所以说体质 蜜蜂的体质 是有什么决定的呢 那我们说潮温稳定 蜜粉充足 群士有足够的捕育蜂 刺猬幼虫 才能决定我们幼蜂出房的一个体质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 那我们说秋季的时候 往往有的时候 蜂有可能说感觉外界温度还可以 加蜜 蜜有点多 然后子皮面积有点大 在蜜虽然说蜜粉 我们都能及时的给它供给 但是由于我们的蜜多 蜂少 子皮面积大 就像我们说春天的蜜蜂 一张子皮三蜜蜂 那为什么到秋季的蜜蜂 一张子皮 你再好的子皮 你看你能落几皮疯 这就是很关键的 一个是秋季的蜜粉源条件差 它不像春季 百花盛开 温度升高 蜂王的产卵量 它是直线望上升 但是秋季的蜂王的产卵量 就算换新王 蜂王的产卵量 它是一天比一天少 秋季的蜜蜜粉源条件 它是渐渐是枯竭 它的营养蜜粉源的营养 也跟不上春季的一个营养 大家都知道春江 春天取得亡江和秋天 秋天取得亡江 它的质量是不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子皮的质量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 要加强我们的一个蜂群的一个群势 保证我们资料充足 而且保证我们有一只优良的新王产子 控制家批的一个宿主 控制子批的一个面积 那想要了解更多的可以留个关注 每天晚上在直播间跟大家聊蜜蜂 我们下来一起点赶快кра